岁月是一道无声剑 在我们未曾察觉的时候 它便将我们的青春和曾经的辉煌尽数削尽 只留下一地鸡毛 令人叹息不已 许多当年红遍各地的老牌艺人 到了晚年风华不再之后 要么生病 要么陷入经济困境 与往年一对比 只剩唏嘘 是一张歌手李炳辉 1997年第一首《流浪到淡水》奏红 歌声传遍大街小巷 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歌词 几乎人人都会哼上一句 虽然搭档金门王于2002年周识 但他仍靠着首风琴演奏卖唱谋生 但多年前却不幸因为中风影响 手指灵活度 收入和活动因此变少 不过他不失志气 坚持靠自己的力量工作 接演零星演出 靠着每个月政府的老人经过生活 并没有接受外界捐助 之前还出席捷运出口音乐节开场 然而在其他业务方面 至今再没有人找他进行尾牙活动和跨年场表演 虽然大摊环境不如从前 可李炳辉仍旧表示 有机会演出就很好 我要唱到倒下去为止 事实上他多年前因为中风缘故 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不但右半身失去知觉 左脚皮肤也反复发炎 幸好医生检查后 发现并未患有糖尿病或其他疾病 他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后来又长了骨刺 剧痛且行动相当不便 多半需要老婆徐亚慧 搀扶上下阶梯 心脏也相当不适的他 甚至还在思考是否要装支架 但手头拮据仅能暂缓治疗 另外李炳辉曾被政府认定有工作能力 甚至出过唱片 因此无法申请 身障者辅助 领到的每个月两万元的补助 也需要教会 让他生活更为艰辛 事实上 当年李炳辉和金门王组团发片后 就无法再申请 就算这几年他早已没发片 表演也有一搭没一搭 可仍旧还是无法申请 说起来也不知道原因 仅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对此 新北社会局表示 申请者的家庭总收入标准 每年都有些微调整 如果被收回资格后 经济又陷入困顿 每年都可以重新申请参障补助 除了所得要不超过标准外 申请者的动产限值也不得超过200万 不动产限值则不得超过706万 也就是说 只要李炳辉的相关资格都符合 随时可以再申请 通常44天就能收到补助 至于李炳辉养生馆 事实上并非真的由他本人所经营 因此无法靠此为生 在当年开业时也仅收取小红包站台 可即便如此 他仍乐观认为 借出他的名字可以让大家有饭吃 很好 态度十分豁达 大概三年前 李炳辉还上过节目冰冰秀 当时他透露 每周可紧张3000元 天气好时 一天最少也有500元 再若遇上雨天 几乎就是零收入 然而已经如此穷困的他 没想到仍能被小偷光顾 小偷曾骗说带他去上厕所 结果趁机把他的钱全部偷走了 让他一铃伤心了好几天 而在前段时间 则有媒体报道 李炳辉又被直击 在菜市场重新卖场 只见他摆了两张板凳 绷着李炳辉流浪到淡水 谢谢请打赏的字卡 以及音响 戴着口罩 拖着年迈的声区演唱 许多路人暖心打赏 一心动支持他 老婆续安慧还感叹 街头一人很难抽到位置 没有抽到就不能做 不能做那就只能去菜市场 更坦言 一个早上才赚四五百块 有时候甚至会低到三四百块 虽然赚的少 但李炳辉还是坚持要做 毕竟抽烟吃饭都需要钱 不然就要喝西北风了 薛亚辉另外也在采访中 感谢大家的关心 直说眼下只能面对 碰到了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语气中充满着无奈 而且由于工作受到疫情影响很大 薛亚辉更是哀嚎到 就算没有三级警戒三个月 也已经两年没有表演了 他还提到 李炳辉前年有接到一二厂被取消 结果去年更惨 虽然有接到工作 但马上就宣布三级警戒 过着几乎零收入的生活 疫情期间 夫妻俩只能靠 善心人士寄来的面条 泡面 饼干等物资勉强撑过 一度让薛亚辉不禁叹气 好可怜 至于纾困金或残障补助 他则证实 纾困金有一点点 残障补助很早就取消了 说到这次卖唱 因为疫情影响没有活动 但水街头一人只有四个点 特别难申请 几经辗转 才透过李炳辉的朋友协助 分给他一个椅子的空间摊位 得以让他表演 但有时候 一两个月都申请不到 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能得到机会 因为年轻人比较喜欢晚上表演 白天夫妻俩就请他们让两小时 但会不好意思 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人要表演 所以到后来就没有再开口了 能排下去的时候 李炳辉是一个礼拜 扣除礼拜一 休士都会唱 可以说是非常敬业了 另外据媒体报道 李炳辉在卖唱的时候 有部分周边住户觉得有爱观真 甚至还认为他很像乞丐 让他很是受伤 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 薛亚辉还分享过人知的引擎 提到李炳辉走红后遇到一些朋友 曾向他借钱不还 后来更使人间争发 几十万元也跟着没了踪影 对此他也很无奈 因为那些朋友都不是圈内人 根本就没有线索去追回 因为李炳辉与金门王搭档出品 是从1997年走红到2000年 所以有媒体推估 这几十万元的借款 至少是20年前的事 如今 已经年过70岁的李炳辉 之前二度中风后 还曾被人在便利店偶遇 直近 他穿着白色汉衫短裤 拿着一棍光悬原味米浆 跟其他民众一起在柜台前面排队 等候结账 虽然私下的他衣着轻便 视为白发苍苍的长者 跟荧幕上戴墨镜 拉手风起的模样 差异颇大 但街坊邻居一眼就认出了 这位受持导盲账的大明星 原本在便利店里 整理货柜的男店员 见李炳辉副钱后 拿着米浆在店门口徘徊 迟迟没有离去 于是主动放下手边的工作 出来扶他过马路 不过即使有热心的店员带路 李炳辉因为二次中风不良于行 左脚迈出去后 仍旧需要靠导盲杖撑着身体 这样才能拖着无力的右腿 慢慢前进 好在年轻店员心善 一边体贴地扶着他 一边左股右盼地 注意着往来的车辆 相互扶持 缓慢前进 还有许多网友 为店员的善举而点赞 到达李炳辉家的巷口后 他满脸堆欢示意 自己可以走回家 可年轻店员仍显得有些不放心 离去前不忘叮嘱他 要小心 之后转身小跑步 回遍李炳继续上班 而李炳辉则在鞠躬道谢后 将身子贴着防火箱的墙壁 就这样靠着墙壁导航 一拐一拐地走到家门口 最后收起折叠导盲杖 掏出钥匙 开门上楼 没多久 貌似他老婆 许雅慧的女子 便走到窗口张望 似乎在寻找热心 辅老公回家的店员身影 之后随着天色逐渐变暗 不再见两人外出 记者曾致电询问李炳辉的近况 徐亚慧接到电话 先是叹了一口气 接着就说 疫情到现在本来就很少表演 本来有四场 结果就在表演的前两天 因为疫情又取消了 增惨 他透露 除了表演和残障补助 亲友也会不定期资助 就连台中盲人学校 也会送米面条 帮助两位老人艰难度日 此外他也坦言 疫情曾申请政府补助 当时政府有寄送表单让他们点 不过至今补助申请单还没有寄来 他也不知道怎么申请 还要再打电话请叫朋友 至于会不会担心李炳辉独自去超商 他又无奈地说 现在疫情非常时期 一直都在叮嘱他不要出门 但李炳辉总是不听 有时候房间没看到人 他就偷偷跑出去了 这一趟也只是跑到便利店 买个面包饮料 薛亚辉经常对他展开碎碎念 只说明眼人都会害怕疫情到不行 唯有他看不到才会不那么重视 更心疼表示 若是李炳辉真的独自一人 在外面发生什么状况 他很难顾及到 唯一让薛亚辉有些放心的是 李炳辉从来不会跑远 都是在附近超商活动 而且店员跟他们夫妻俩都很熟悉 每次都会帮忙拿李炳辉想要的东西 帮他结账 以及带他过马路等等 谈及李炳辉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 薛亚辉则说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只是脚走路的时候 偶尔还是会感觉到一点痛苦 但要说起全身的身体素质 薛亚辉难得有了一点效益 直说李炳辉的体格比他还要好上不少 因为他现在偶尔会有眩晕出现 体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很难想象曾经叱咤在歌坛的优秀歌手 如今却和妻子沦落到这不可怜的天地 真是教人徒生许多感慨 希望李炳辉能好好修养身体 也希望他能多接到一些演唱的活动 环节窘 在零星歌曲刚兴起的那个年代 曾涌现出许多快智人口的情歌 每一首都充满了词曲作者对爱情的幻想 哪怕如今已经过去多年 仍旧经常在KTV里响起 就连年轻人也能跟着哼唱两句 可以说是影响相当甚远 说起男女对唱的情歌《心语》 大家一定都听过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 便是其中的女主唱李碧华 她虽然已经退出了演艺圈 但那些经典作品永远不会被观众遗忘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昔日玉女歌手李碧华的近照 她与金佩珊在私下相聚 合照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开心 不过她身穿黑色上衣 打扮得十分低调 肤色暗沉还特别憔悴 苍老的模样与普通人几乎没有差别 当年她与罗吉正合唱的神话感动无数歌迷 在校园掀起了一股男女对唱风潮 清新且深情的形象深植人心 随后更以专辑水印轰动全台 演艺事业达到巅峰 与当时的天后林慧平杨林等人齐名 然而自从1998年嫁为人妻 并陆续生下一女一子后 对婚姻生活相当憧憬的她 就此推出歌坛 让粉丝相当不舍 直到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许久不见的她才终于大方现身 分享了自己婚后在家相夫教子的生活 据媒体报道 她自从为人妻 人母后 人生已迈入了下一个阶段 生活的一切就是以家庭儿女为重 所以虽然在舞台上万众瞩目的日子 让她怀念 但已无意再重返歌坛 更直言希望大家可以淡忘她 被问及曾经多次被目击 孤身一人接送儿女修车的情况时 她表示身旁会没有老公相伴 是因为丈夫一直在上海经商 大约十天才会返台一次 所以通常都是她一个人陪伴小孩 小孩也是听老师提起 才知妈妈曾是当红歌星 她解释道 老公其实也不希望和家人两地分离 经常劝她一起移去上海 但她就是比较喜欢台湾的环境与生活 所以只好让先生继续当空中飞人了 直言她很辛苦 机票钱花很多 而事实上她也透露 自己非常享受这样身兼负值 自得其乐的育儿生活 除了有记者目击她只身接送儿女修车外 还曾看到她一身轻便 接近素颜出现在戏以威秀影城 与民众排队买电影票 李碧华曾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但隐身在人群中未被认出 但在民众后头等待只售票口买票 尽管人潮众多 队伍进行缓慢 她完全没有不耐烦的表情 据了解 虽然富家富裕 住在一员的豪宅里 但她节俭成了习惯 即便在外处理孩子事务 也依旧开着十几年的老车 作风非常低调 她坦诚舍不得换车 虽然对车不在意 但对住处的质量比较有要求 在大安区木兰区皆有置产 尤其位于大安区静巷内 屋龄不到两年的大平树住所更是吸睛 光是89平的单位便要价上亿元 附近也紧邻学区跟公园 除了门口巷子略窄 上下班时间少显拥挤外 居住环境算是极佳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李碧华在退出歌坛十年之际 曾出现在台北直音电台 依旧是纤细的身材 梳着有刘海的公主头 戴着眼镜 模样和当年相比一点没变 自从结婚后就退去明星光环 婉拒任何公开活动 只想过单纯的家庭生活 这是他多年来难得的第一次活动 而且是冲着好友陈乐融的面子 当年他结婚 陈乐融是婚礼的主持人 不过低调的他退出歌坛后 没有和演艺圈中任何一个人要联络 直到后来 陈乐融无意中问到他的电话 两人才又热络地联络起来 为了说服李碧华上节目 陈乐融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暖场 才让他点头答应 昔日好友在相见 陈乐融说 他高雅的外表依旧 说话还是那么温柔 但是言谈中 比以前多了一份笃定 对生活的自信和踏实 李碧华现在则是绝口不提 当年的歌手生涯 所以女儿是从同学师长的口中 得知妈妈以前是大明星 女儿还把她跟孙燕姿 蔡依林等年轻歌手拿来做比较 问她说 妈妈你是哪一类型的歌手 跟蔡依林哪一个比较红 她笑说 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好说都不是他们这种心 陈乐融还表示 本来以为李碧华是因为结婚之后 身材走样 才失去联系 直到见了她 才惊讶她维持得那么好 婚后李碧华虽然生活富裕 却从不过贵妇的生活 不做死爸 也不买名牌 那台舍不得换的车 还是老公催着她换 陈乐融则笑她 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理性少奶奶 刻意收起明星光环的她 家里也没有放任何一张 以前的唱片或是宣传照 此外 虽然答应老朋友陈乐融上节目 不过她要求绝对不能拍照 更不能发给媒体来访 一定要保证不能曝光 当时记者不死心 又通过陈乐融想说服她 但她还是不愿意 一来是不想平静的生活被改变 二来是被她拒绝过的人太多了 这样会对人家不好意思 既然身材没走样 又年轻又漂亮 但却如此低调 是不是因为老公不准她曝光 陈乐融说并没有 李碧华的老公甚至觉得 她若是在家无聊想付出的话 也不反对 不过李碧华说 婚后她就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 只想要好好陪伴小孩 不要让小孩的生活被打扰 最好的方法就是绝对低调 所以就连一张近照 她都再三婉拒了 如今过去这么多年 再次提起李碧华 想必很多人仍旧不会感到陌生 当年她开辟了男女对唱的全新曲风 在那之后 相继演唱了《心语》 《感恩的心》等多首动听的歌曲 从业生涯中 发布的专辑超过50张 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嗓音和甜美外形 她为粉丝朋友们留下了几位深刻的印象 早年间 事业可谓一帆风顺 年轻的时候 她的身材可以说是非常好 长相也十分清纯可爱 在她当红的年代 男女对唱类的歌曲十分罕见 就是那首神话 开创了全新演唱模式 至今仍是相当经典的男女合唱曲 而后她迅速走红 直接化身成为那一代人心目中的女神 一开始被唱片公司包装成校园歌手出道的李璧华 因为气质清新 响应温柔 在整个流行音乐圈中宏击一时 直到1994年 她结婚后淡出歌坛 不但有人为她创立粉砖 放上她过去的照片与歌曲 还有近几年的照片 让其他歌迷能掌握她近年的状况 盼望有天能再次听到她疗愈的歌声 早年她是毕业于附近商工美工科 1981年 二十岁的她踏进演艺圈 起初被包装成校园歌手 外形清秀加上高辨识度嗓音 很快就引起大众关注 并推出首装专辑 剧也一一 散也一一 人气逐渐攀升 后来她在好友邱海正的牵线下 认识现在的老公 尽管李碧华从结婚至今已经几十年 从来没有付出演艺圈的打算 但忠实的粉丝到现在还是没有忘记她 迈入中年的她已经退去昔日青涩 多了慈祥又成熟的韵味 粉丝也不定是敲碗 盼望她再付出 继续传唱好歌给大家听 值得一提的是 同情与女创作歌手钱幽兰 还曾在网络放出跟李碧华的合照 两人状态绝佳 宛如飘出仙气 她和钱幽兰当年是相成唱片同门师姐妹 钱幽兰稍早还曾表示 李碧华是她们的大师姐 除了带着她们上节目 她会帮忙介绍推荐歌曲 真的很感谢她对新人的扶持与照顾 钱幽兰回忆到 李碧华当年走红 成为家喻户晓的玉女红星 待人处事依旧客气 一些后辈不一余力 也从未想过回报 更不担心后辈将来成就超越自己 心胸十分宽广 前几年 民歌演唱会 还曾邀约李碧华付出表演 但很享受平淡生活的她 完全不为所动 无论钱幽兰等身边好友如何敲边鼓 希望她再为当年喜爱她的歌迷出来唱 还是不予考虑 钱幽兰还说 两人超过二十年没见 上一回本来要聚 却因特殊原因无法碰面 直到通过当年合作的宣传朋友牵线 才终于见到面 她在现场一度夸赞李碧华外表动灵 真的完全没变 所以看到她就好像昨天一样 往日一起奔波的画面 也是莉莉在目 钱幽兰也会劝李碧华付出 但李碧华总是谦虚说 大家应该都不记得自己了 而一边的钱幽兰 则觉得她太小看自己 对于五六年级生的影响力了 其实像李碧华这种资深的歌手 或许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 对福华的演艺圈没有太大的迷恋 反而更希望拥有家庭的温暖 此外 她如今已经是大几十岁的年纪 所以希望她能在平时多多注意身体 与家人安稳地度过后半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